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曾祖祥 今天是6月5號的時間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2點45分 今天盤面整個多方的趨勢 他在盤中稍微比較正當一些 大盤加全指數神龍百尾再往上收 在往上收 雖然最後最終是小碟的9點 但是他神龍百尾再往上收了一些 但是今天盤面比較大的變化是來自於說有些漲太多的股票突然心裡出現擊殺 但是這本來就是可以預期之內的一個事情 因為畢竟你從上個禮拜5月底的時間 包含5月29 33 1 我們一直在跟各位談你一個市場的心理學的一個角度來說 5月份即將營收 5月份的營收即將要公佈之前 那些漲很高的股票市場給我們的預期都是漲價跟缺貨漲價跟缺貨漲了高高的 然後漲價都跟缺貨漲價然後又缺貨漲價又缺貨 我們自然而然市場會給人家預期是一個營收高水準的一個狀況 然後陸續都有些EPS4月份的EPS公佈出來或者是被警示5月份的EPS公佈出來 但是這些公佈的數據背後卻沒有告訴你說是不是因為 貶值而造成的4月獲利好轉 好所以你這邊要分的非常清楚 所以在今天 這種預期高高的我們今天講求的是一個勝率問題 所以我們在前幾天的時間包含從上個禮拜一直跟各位講說你去買那股價還沒什麼漲 5月營收有機會成長 5月營收有機會成長貶值 稍微股價還沒什麼漲 這種股價相對低位階的股票 那他本來在這種大盤之下他就會有機會衝上來 那種高高在上的一個股票來說的話 有時候你稍微一不注意就產生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賣壓的這樣子的產生 所以在這種位階的選股邏輯就很清楚 你要選擇在天上飛的還是地上爬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自然而然 按照這樣子的選股邏輯做下來這幾天你會發現今天大盤的陣仗 來自於這種股票 5483中美金的下沙 中美金橫盤的早就一段時間了這一根帶量長黑 帶量長黑後面再攻第二次 又再帶量往上攻擊又不過 這就是所謂短線上一個轉 這個趨勢上的一個轉變 所以那當然有些人會說那這次中美金是因為這個所謂太陽能中國大陸的利空政策的這樣的影響 但是其實各位所謂好朋友 如果你單純回過頭來就一個技術面的角度來說的話 那你自然而然你在操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短線漲不動你先退本來說是一個合理一個合理的判定 因為畢竟你是以短線操作為主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狀況如果你不是買很低的一個位置 短線漲不動了你追價追進去漲不動你自然而然就該做調節 但是你在選股的過程當中你就也很清楚必須要很清楚那樣子的節奏 今天這個是68巴勒韓中青 回測到月線收下影線那當然是ok 但是問題是這個下影線是收在月線跟頸線一個位置 所以你說他整理結束沒我不敢 我不認為他整理已經結束 但是我這邊要告訴各位的重點 你反而在最近這幾天跟著我們去佈局 第1檔第1位結5月營收有成長的一些股票 這就賺得非常的開心 連拉3天 短線漲多 亮縮壓回帶下影線 5305的噸南 24067的自勝 連拉4天 這都是事前我們在節目當中先預告 不管是直播 不管是廣播節目 不管是網路節目 從27塊就開始 跟各位推薦 2467的自勝 因為PCB設備大廠 的資本支出的擴大 所以PCB的設備相對來說 他自然而然會有受惠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短短27塊漲到4個交易率上來 來到了31塊多 這也很合理很正常 重點是 事先卡位買進的動作 比較重要 5305的噸南也是從39塊 爬到最高一度來到了47塊多 然後今天亮縮 下影線 45.55 那當然我們再回過頭來 除了這些之外我們昨天還加碼公開 一檔持股 3533的加澤 今天旱地拔充 昨天剛公開 今天就旱地拔充往上衝 加澤的一個算法 我們在直播當中有特別跟各位強調 強調幾個重點 幾個重點指的是什麼 第一季EPS 2.73比去年同期還來的去做一個增加 更重要的事情是在第一季 因為還有包含了匯率升值的影響 但是竟然第一季的獲利還比去年同期 表示他是呈現一個淡季不淡而且 獲利有成長的一個明顯的狀況 4月份營收月增年增 5月份營收再 有機會再繼續成長是來自於伺服器 Intel相關平台的拉貨潮 所以我們在前兩天昨天公開之後 今天旱地拔充往上拉 我們也必須要謝謝市場法輪的 幫忙往上去做一個攻擊 形態形成 警線今天正式突破 剛突破警戒 接下來看他的股價 今天發動了第一天 的攻擊力道的延續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們最近的這段時間 這幾天的一個選股的過程 我們從頭到尾跟各位強調的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5月營收成長 股價還在低低的一個位置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邏輯 自然而然你在這樣子 今天大盤的震盪之下 尤其是在今天 今天這個盤是 很多的股票 包含了像是6182的合金 下沙的幅度也是挺大的 今天的矽晶圓 今天的被動元件包含了像是2492的華星科 這個也是一根黑 三天不過高一根黑下來 短線都要因為漲多而陷入整理 那當然我不能說因為今天這樣子 馬上就形成一個趨勢的改變 因為畢竟缺貨跟成長 它的確是存在 但是背後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你在什麼樣的位置去做介入的 這是3532的台稱科 你如果說是 卸入在上面 你變成是短套 沒錯嘛 所以 股價 買進 賣出 買點決定了你的勝率的高 或低 所以常常會市場上有一句老話說得非常好 第一不進場 不贏也 這是6274的台藥 那當然6274的台藥 銅波基板 當中5G上游的CCF的高階材料 這是一個 在5G發展的過程當中 要降低高速傳輸當中所產生的一個損耗的一個關鍵的電子材料 所以在這個區塊來說 今天的台藥往上拉出一根紅黑棒之後 昨天攻高之後 今天稍微亮縮有些震盪 稍微亮縮有些震盪 似乎也顯現出來 衝高之後 這個接下來 如果整理的順利是不是能夠繼續進一步再上攻 如果進一步再上攻 他就會形成有機會帶頭 往上攻的一個通波基板的新主流 了解這個意思嗎 好最後剩下一些時間 我們再繼續來談2356的音樂達 2356的音樂達雖然WWDC大位當中 在這一次 主要都是以軟體為主 沒有公告新硬體的這個部分 但是目前我們在觀察音樂達的部分來說 你會發現 從進場開始到現在為止 默默的已經讓我們持續在獲利當中 這是2356的音樂達 2382的廣達短線充高今天亮縮黑 亮縮小黑 多方趨勢還有進一步再攻的機會 但是由於廣達是股本比較大 但是我們這邊也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同樣的你也要去了解他是相對低位傑 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整個總結下來你在看這個盤勢的時候 短線上的這個盤勢 在今天明顯有一個比較靜觀情趣 甚至有一些出貨現象在某些個股產生的時候 反而你把節奏拉回來到一個思考的邏輯 到一個5月營修成長 股價還沒什麼漲的股票上面來 你會覺得這個節奏是非常的正確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 要恭喜我們的會員朋友 在今天的盤勢當中 這麼多的 有些股票出現盤中出貨的急殺 我們相對來說是完全迷失 而且還在獲利當中 也要恭喜我們的會員朋友 那如果說你有看節目的投資朋友呢 那如果說你按照這樣子的節奏 相信在今天你影響也不大 那最後我們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是二線光學 我們先來看指標股 一線光學的大力光 一線光學的大力光 那在最近這段過程當中 你要去注意 來到這個位置 我不是叫你再去追大力光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的是什麼 因為他現在走到這樣子的位置 他多方還在稍微在延續當中 但是伴隨有些亮 說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要注意的是說 那三四零六的玉金光 這段時間 他維持的是一個高姿態的強勢整理 維持的是一個高姿態的強勢整理 但是我們這邊要注意的是什麼 要注意的就是說 現階段的這個 這幾天的走勢 玉金光有呈現 一紅一黑 明天小心又一黑 這樣子的狀況 這代表的是 玉金光目前不在市場賞戶 或者是市場人氣關注的焦點當中 一些業內的資金或者是一些 卡住的資金自己撐著 瞭解這意思嗎 但是我們今天要告訴各位的是 其他的二線光學 4976的加零 這是今天阿翔老師 現股當中的標的之一 4976的加零 我們今天大家的訊息有發給各位 那時候股價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給會員朋友 進場之後49塊出頭 到51塊附近的時候 我們現股當中先衝掉一半 一張賺一塊多 現階段短線這樣的加零在盤中 稍微受到一些些的影響 當然這是一個短線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們要告訴各位的觀念是什麼 你在資金的配置之下 你要很清楚你什麼股票做長 什麼什麼股票做短 所謂的做長做短 你的自己 這個你要靠你自己的判定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會幫會員朋友規劃的非常清楚 在100萬的資金之內 你假設50萬的資金 你可以聽聽看阿翔老師的建議 就是說 50萬的資金去 做一個所謂的這個比較波段上面的一個操作 剩下30萬的資金來做短線的一些股票 20萬的有保留現金保持你的操作彈性 當然這個因為時間不夠 沒有在沒有時間在談家裡 還有3059的華晶科 這個沒有時間在多談 那 這個因為時間不夠了 那今天也很開心 這個6274的這個台藥昨天衝上去 今天稍微亮澄整理 維持強勢整理的格局 好現階段第一個你首先要注意的 二線光潔同波基板 還有相關的這個敦然是不是能夠勾放的延續性 加折低檔往上攻擊之後的這個底部形成的形態 再來最後一檔個股208的南亞科 208的南亞科 員工任股權的這個時間 賣股票的動作即將結束 是不是能夠經由這波的這個這個外資持續買進的動作 而能夠順利的有效化解掉這一波的賣壓之後往上攻 你要持續觀察因為畢竟回撤一天月線之後 又往上跳了上來 趨勢還在趨勢還在 這是208南亞科 感謝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今天阿翔老師有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 分享在我的LINE的上面 你有需要 了解接下來產業發展趨勢或者是選股方向 或者是哪些股票處於相對低位階的 你可以到我的LINE的上面去 看一下 我們的分享的一個 報告的一個成果 感謝各位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且將也曾經 負投資人之間 負投資人